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从事这么一份 仿生人形机器人研发工程师这么一个工作 我也参加了我们新一代产品的研发生产执造 以及咱们整体机器人项目就是它落地怎么去运用 小时候的我在新疆我也没出来看过 我现在工作希望通过科技和机器人 把这些高端的技术带到新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